大家好 我是奥雷 今天轮到我们的愿无本铺系列了 这次讲第八集 挨头懒的年轻警察田野 最近新交了一个女朋友表里 两人认识没多久 表里就推荐田野买名表 这个价格田野根本无法接受 实在太贵了 但表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轻松就说服了田野 只要买下这块表 表里就会和他拥抱 就这样田野买下了这块表 结果刚买完表 田野就说自己要去外地出差 大概八天 为了展现绅士风度 田野表示理解 并驻表里一路顺风 晚上一个叫做小五的年轻人 突然找到表里 请求表里把钱还给他 因为表里介绍他买的表是假货 但表里却说是小五自愿买的 并没有人强迫他 见到小五缠着不放 表里立刻给了他一脚 并将小五一顿羞辱 说小五是香巴佬 自己肯和香巴佬谈恋爱 已经是对小五最大的尊重了 小五这才知道自己被他利用了 正在恼火时 小五突然在身旁发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怨屋本铺 于是小五就这样找到了怨屋 向怨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小五一年前从乡下来到东京发展 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表里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表里是小五的第一个女友 因此他倍感珍惜 不管表里提出什么要求 他都会尽力去满足 虽然表里介绍的名表要150万 但买完就能和他拥抱 因此小五没有太多的犹豫 贷款买下了这块表 看到小五怀疑他的动机 表里立刻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小五看到他这个样后自责不已 责怪自己竟然怀疑女友 在接下来的八天时间里 表里一直都在哭闹 使得小五将名表的事放到了一边 以至于错过了无条件退货的期限 这就是所谓的恋人推销法 小五请求怨屋 不要再让表里得逞 怨屋开价60万 接到委托后 怨屋把李奈派到了名表公司应聘 原来表里是这间公司的表托 他经常以恋爱为名 将男方骗到这里来买表 这样他就能拿分成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表里每次恋爱用的都是假名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大肆的学生 通过项链里的监视器 怨屋和小五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没想到表里竟如此才迷心窍 另一边 老警察一直在寻找关于怨屋的线索 由于之前的几个犯人提供的线索太少 导致调查进度十分缓慢 他从田野身上闻到了女人的味道 因此得知他最近在谈恋爱 没有我一直在认真工作 那就好晚上来陪我 表里有三个好朋友 我们就叫他三人组吧 几人在闲逛时发现了怨屋他们的摊位 小帅见到表里后立刻假装自己是表里的老同学 揭露了表里的真实面目 表里曾经说过自己是归国女子 为了给母亲治病而赚钱打工 结果这些信息全是假的 被拆穿后表里立刻带着三人离开 晚上表里又在寻找猎物 但是这次联系他的却是十二 虽然表里接触十二后觉得他是个白痴 但也不能表露出来 甚至还有装出欣赏他的样子 假装自己很喜欢十二送的娃娃 接触一晚后表里差点被十二逼疯 因此决定放弃十二 他刚到达信息栏 就发现这里聚集了很多同学 原来这里贴满了表里的大字报 报上揭露了表里利用感情片前的卑劣行径 他发现后立刻扯下了这些大字报 看到三人组怀疑自己后 表里立刻装出无辜的样子 很快又将三人组洗脑 他说自己是被小五陷害的 小五求爱不成就心生怨恨 用这些假消息来回我名声 三人组听后信以为真 决心替表里报仇 表里一边叫他们不要使用暴力 一边拿出了小五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回家后表里开始疯狂炫耀 自己竟然将这么多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还骗了如此多的钱 简直太厉害了 钱我还要更多的钱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十二送的娃娃里有监视器 院屋和情报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没过多久 三人组就找到了小五 他们蒙着面教训了小五一顿 将小五打成重伤 第二天看到新闻后 他们立刻向表里汇报 炫耀自己做得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表里知道后立刻装出自责的样子 其实心里在偷笑 就在这时 老警察和田野来到了学校 在这里看到表里 田野震惊不已 表里啥时候变成学生呢 老警察准备依法将三人组带走 但他们却装糊涂 假装听不懂老警察在说什么 于是田野便拿出了录音 原来昨天他们在殴打小五时 被小五录了音 这下没法抵赖了 小五听了怨呜的话 主动挨打并录了音 这样就能赔偿 靠着三人组的赔偿费 他就能还清之前的贷款 并且其他费用 包括买表的钱 也都会被赔款给抵消 但院屋却并不打算完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粉碎表里的美梦 另一边 表里找到了曾经帮助过他的教授 向教授说明自己和三人组没关系 请求教授帮忙说说情 但教授对他的态度却突然变得很差 甚至还讲了一个坏消息 原本内定让表里负责的观光团突然取消了行程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表里正在纳闷时 十二突然出现 并且强行闯入了表里家 原来十二是情报王派来的 情报王依然用上市的身份给他安排了此次任务 说表里才是他真正的妻子 但现在表里学坏了 利用感情来骗取金钱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改过自新 为了让表里承认自己的罪行 十二拿下了藏在娃娃里的监视器 之前监控拍下的视频 他已经发送到全国各地了 观光团的成员正是因为看过该视频 才决定取消行程 这下表里彻底暴走了 拿起刀子就攻击十二 二人一直追逐到了马路上 还好老警察和天野及时赶到 将表里逮捕 这次表里是真哭了 但警察不吃这一套 一切都结束后 肖武决定回到乡下 因为城市套路深 他说怨屋是他在东京遇到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 由此可见 小武在这里吃了多少苦 本以为和小武只是单纯的委托关系 却没想到小武会这么说 一时间怨屋感慨万千 十二代情报王的狗散完步后 情报王找了个借口 说一个自称上司的人来过 托我把奖金交给你 就这样十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酬劳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天一彩